字幕提供 而且我昨天真的是還把你們訂的機票給我朋友看 我朋友就是還想去日本 我就拿看看 他就說 你就拿一個圖啊 就是拍給我們看那個機票 訂購成功那個 然後他就看 他就這樣 這個訂購好像是假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一般來說都會有 機票的時間 這個怎麼沒有 航班 你被騙了 我說那這9000是什麼意思 一張機票9000 他說有可能是韓幣樓啊 我說韓幣樓 欸我們沒有錢住韓幣樓 我說韓幣樓只要9000嗎 韓幣樓1萬1 欸平日 平日的話有可能9、8000 然後他們多次 我說這9000 然後你們去哪 我說去東京 他說不可能 像櫻花季 現在是櫻花季嗎 對 現在還沒有斷櫻花季 因為他們買了 他們兩個女生買了櫻花季的機票 然後他是買了2萬塊 一個人吧 一個人 對 但他買的應該是3月底啦 對不對 他說現在這個時間9000 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是日本 我越聽我越火大 我說不是嗎 那這是哪 他說可能是韓幣樓 或者是日月潭的幾家酒套票 幾家酒 幾家酒 我說坐了飛機 去日月潭也太花錢了吧 他說可能是高鐵跟一些住宿 我說怎麼還那種不合理 然後他一直 我就邊聊 然後邊跟我說 真的是假的什麼的 小琉球 我到底是要去行李農場幹嘛 表姐那更大 他剛剛畫了一個更大 我剛剛去他家 他已經裝好了 然後他就說 他的行李箱怎麼那麼大 我剛才看到那個 我剛剛移去表姐家 因為他都帶一件那個 表姐就問我說 你戰盤有帶嗎 我說 我沒有帶 他今天穿得很像洗衣精 對呀 你知道我準備了兩套 我準備了兩套 因為這套呢我本來沒有要穿 但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是日月潭 我這套就是從日月潭準備的 謝謝你 然後第二套是去日本 我先去想 我就是還有一絲的希望 你還要戴假髮 因為我小時候有一點希望在日本 我想說我喜歡戴著 但是戰袍我就沒有戴 戰袍也沒有戴 為什麼沒戴 我已經說 那邊也可以 沒有還有 還有別的啊 還可以去玩啊 都是台灣啊 那戰袍是台灣人用不上 就跟原住民吧 為什麼 原住民我一般就可以了 我身邊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但如果去日本 我就想如果真的 你們沒票 你行李箱那麼大 你不戴戰袍 你也很鬧 但我都戴了一些美服啊 我昨天還一直問朋友說 去日本 那他們都怎麼打扮 因為我想說不能太突兀 顯得要像當地人 誰要像當地人啊 我可以穿著洋派 像ABC這樣 可是你沒有 你穿得像洗衣鏡啊 哈哈哈哈 威猛先生 我知道他是否認月潭 哈哈哈哈 我第二套洋派在我的臉 okok 是女裝嗎 是男裝 是男裝 是男裝嗎 女裝我常常在當地買啊 喔好 對 去月潭有賣你的 去月潭我真的 少族 我也沒有帶 少族啊 你是三腳步嗎 女生啊 然後你穿河嶺嗎 朋友還跟我講一個說 好啦去日月潭沒關係 他很多日本朋友 陪我去日月潭 感覺很像在日本 誰要啊 我說 誰要 誰要 他就說我換了兩萬日幣 他說那你去坐船 去給他日幣啊 他們會當你是日本人 真的嗎 我真的是不 必須說我昨天 真的是爆了 我就覺得你們還是有一絲良心 嗯 我昨天就沒有睡覺 一直在查一些日本 必買的藥妝跟美妝 可是我只能 我只能說你朋友推測了 其實 也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 我必須證明 我沒有開玩笑 我最近都拍 你看 你為什麼不用手機解剖 那是什麼啊 必買的是美妝啊 就這樣拍 超多 見我看 超多的耶 你錢 因為我覺得覺得 你不要擔心 我們後面有一個專業代購 你要的後面那位都可以幫你買 我想看看日本的風景 我想看看日本的風景 我們可以拍照片給你 你有景步細文喔 我就都買不睡到 他買一個 清楚臉上脖子上歲月的痕跡 什麼產品 人會老性 不知道產品名稱也太長了吧 哈哈哈哈 我想說先買嘛 這個我應該可以買我嗎 我就覺得你們還有一絲良心 不會陪我們這麼沉 真的是大吃大落耶 我們覺得好像會很有趣啊 所以我們要去日本錄影 然後我身邊的人就說 真的假的 對大家說 什麼是什麼節目 以為是玩很大 我說沒有是我們開房間 他說蛤 怎麼住這麼大 我說 日本很有錢 我就說不知道欸 可能他們就是 最近想要認真做這個節目 欸我們一直都很認真 好吧 你講這個話有毛病喔 我就想要做更大 然後想說去日本 然後我就覺得 驚喜的內容 我突然就是覺得 哇 我要更用心 真的 有快有一股火 好像可以放棄人 所以說 你們都這麼認真要去日本 我們一定要更努力做這個節目 好 我那時候想說 機套買了這樣才有錢嗎 感覺就是差不多快沒了 因為你知道我朋友又說 又賣了又買你看 他說 可是這個 不用結帳也可以看到這個景 所以他點選 然後他就說 變成購物車這樣 對 他說他拍購物車就好啦 他沒有拍那個結帳 這兩個 我那時候還想說 該不會是打算退嗎 就是買完之後再退 可是我後來問一下 沒有那個頁面不用到會款 就有 我朋友說他很聰明 他沒有拍那個結帳 只有拍那個 我說 聰明那位是誰 對我們看後面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還故意演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 那時候太完整了 然後我心裡想 我都換兩萬日幣 我就是得買一些殺人工具 哈哈哈哈 而且至少昨天呢 就說他去買行動電源 對啊 買到12點而已 真的假的 我昨天有約他來許酒 我就說 即使好像煩惱 然後我還為了要喝酒 對 為了要去日本 我想說兩三天都沒喝 沒食宵也沒喝酒 為什麼 然後他也去染頭髮欸 為什麼 就是想說不要 就是想說佛日 哈哈哈哈 我昨天 我昨天也有去特別剪頭髮 再鬥一下 我說 最近說這個髮型OK嗎 因為我一定要去日本 他說你要去日本 有去髮型試嗎 我說 嗯 最後可能可以吧 哈哈哈哈 歐洲的事 哈哈哈 對 因為 他們你們很賤 你們在去日本的陳寧跟他說 如果你們這次表現好的話 日本有可能去羅馬喔 因為羅馬的機票一萬六啊 一萬六算非常便宜 不好意思 九千你們都花不錢 還要想要一萬六啊 一萬一 一萬一 一萬一是含水 那一萬六是含水 不含水吧 一萬六含水了 一萬六含水了 含水了 不是 連九千都去不了 好 去喊羅馬呢 喊羅召媽啦 我是雞 哈哈哈哈 good idea 羅馬那邊羅馬還更火耶 我真的會炸 我會炸掉 我會炸掉 給我臉加 而且我現在打電話 連打電話 連大哥都笑了